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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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查 escaped 你 拜拜 您 lights 杰姨 贝依 把财淑调出去 帮老二的忙 财淑是家里的老人了 见多识广 又跟了我这么多年 有他在 我放心 我知道了 这大少爷死了 这大少奶奶又疯了 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这货家也不是以前的货家 这要是以前啊 也就是那个唱戏的 没事找事 可现在呢 出的可都是天大的事啊 才叔啊 你说我这眼皮子 最近老是跳哎 左眼皮跳完了 右眼皮又跳 还不知道是福是货呢 不对劲啊 不对劲啊 你 你那捣鼓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啊 我大小钻林子打野兔 看你鬼狼 这狼吃人呢 他只吃人的五脏 怎么会啃人脸呢 而且吧 还啃那个烂七八糟的 这事可真是过呀 那 那 难道大少奶奶说的是真的 那 那坟里埋的不是大少爷 那 那是谁呀 哎呦 你可别吓唬我了 你多喝了二粮 你就胡说八道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哎呦 我也说不清楚啊 我只是觉得这霍家的事啊 是越变越复杂 越变越蹊跷 哎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保佑霍家 平平安安的保佑霍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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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 多谢多谢了 好好好 多谢多谢多谢 来来来 我敬各位啊 来来来 罗先生别乱他 来来来 来来来 二叔 恭喜啊 新年新气象 哪里的话 都是大家抬举我帮衬我 来 我敬各位一杯 霍某先干为敬了 霍了半是聪明人 又是爽快人 来 随意 随意啊 这下 好生可畏 来 我给你引荐一个人 好 走 好 谢谢 谢谢 总长 总长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如果贾某没有猜错的话 这位爷 就是大名鼎鼎的 罗志湘先生吧 真没想到 北平大名鼎鼎的 贾总长 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罗毛真是荣幸 客气 你不是也认出了贾某吗 相见很晚呢 好 都别站着了 大家坐下慢慢聊吧 来 坐 请 二叔啊 您提问一件贾总长 一定有什么事吧 就开门见山吧 果然是见顾世面的人 那贾某就不绕弯子了 我听说 罗老弟是上海滩的小老大 我有一事相求啊 总长 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的 您开口 我听说 你过去 一直是为贾家少爷败事的 而这一次 我避过了贾家老爷 直接和罗老弟 总长 你多虑了 我是个江湖中人 凡是赚钱的事情 我都不会落空 现在赚钱很难 这东京一死 以后我就仰仗 二叔和您了 好 这下 你是个明白人 现在军阀占地为王 哪都不太平 尤其是往南边的运输 商路不畅通 你黑白道上关系多 押货一事 就要麻烦你了 现在可是万事俱备 就欠你这东风了 二叔 你一开口 我能不答应吗 全是不成问题 老爷 洛老弟先收下 好 那我就收下了 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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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 祸事好像比以前 发展好多了 东京是个死脑机 要是您早一点 出来主事 祸事的资产 可能早就翻倍了 话可不能这么说 二爺现在在祸事 可是如鱼得水 就连我有时候也得听他的 有钱大家赚 有钱大家赚 来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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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吃菜 啊 不配 不配 喝 喝 喝 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 平时您喝酒有人陪你吗 下回您再喝酒 找我呀 你看我们这贾宗长 北京的明花明草 全都长编了 是吗 跟小子说说吧 去去去去 瞎打听什么呀 你拿去拿酒去 是是是 陈老弟啊 嗯 那我们家二老爷是不是也跟着逛过啊 他呀 他不好这个 这事我知道 哎 那你不是说 打今儿春上 我们家二老爷就朝朝你们耸掌那儿跑吗 那他不是为这个啊 那他为什么呀 啊 我们家二老爷 媳妇可死好几年了 哎 说嘛 咱们做奴才的 不该管他不要管 不该说的 也不要说 嗯 知道主人的好 咱们的好日子 也就不远了 嗯 总而言之啊 我告诉你 他们在嘀咕祸下的那点钱呢 哎 下手这么黑 为了钱 天王老子 他都敢上 有心 преп 书 如果便往后 这事 我会把他用后 一种 他手 我肯定了 他带你 我来 我老爷子 你 default 我和总长想听个小曲 一起来吧 二叔 改日吧 今天我想去看看干爹干娘 也好 龙老弟没有这个雅兴 我们就不强求了 贾总长 以后我们会经常打交道的 好 后会有期啊 后会有期 才说啊 你们家二爷可真是个人物啊 什么人物 和那个姓贾的 一求之后 全都不是个玩意儿 我看他是一个笑里藏刀 让人琢磨不透的人 也会最喜欢吃烤鸭的 这是什么 你看 好孩子 你爹刚吃完药 怎么能吃鸭腿呢 东看 你替你爹吃了吧 你吃了 你爹高兴 听话 那我就替我爹吃了吧 乖 干娘 来给我 坐 这香啊 我觉得我自己 可挣不住了 干娘 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这是您过去常 对我说的话 您忘了 您老是一个 多想得开的人呢 别拉一声叹气了 我们活在现在 就指望无瑕 斗自己的孩子了 如果他能平安地 把孩子生起来 也许老爷能活了 可是无瑕 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整天不说话 要么开口说胡话 他若动情没有死 那是个假的 说得我 胡说唧唧被疙瘩 这香 帮我帮我 如果他有三长两短 我和老爷 就不活了 干娘 你放心 我去宣传他 好孩子 罗先生好 你们少奶奶在吗 在那边呢 谢谢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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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刘阳回来 到码头去接我的 还是我二叔 为什么会这样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我 我不相信人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 签合权力 货家偌大的家产 东卿 你不要忘了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财叔现在正在搜集 你二叔的证据 不过你二叔真是个老狐狸 到现在还在拉娄猫 东卿 你要面对现实 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是这种人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我绝对不会再让他 为所欲为 再作奸自己 不会让他再害人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但你需要冷静 我们不能乱了阵脚 可我担心吴侠 他继续待在那个家里 岂不是很危险 你放心 财叔会替我们照顾 吴侠母子的 我 吴侠母子 这想起什么意思 臭小子 你要当爹了 我要当爹了 不行 我得马上走 我要回北平 东卿 你干什么 我担心吴侠 我也回去看他 你不明白吗 好 我陪你去 好 走 财叔啊 东卿常常跟我说 他小的时候 您对他最好 就像他父亲一样 最疼的 到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跟着老爷 东卿还穿开装裤那会儿 我就抱着他 满院子跑啊 溜的 后来他长大了 我还叫他 学着说几口眼带 昔西啊 东卿啊 你知秋没学会 才说 在这个家里我信你 志向少爷 你先信我 你就告诉我 今儿你把你才叔 约到这里 是有什么事吗 才说 你是霍府的老人 今天的事情 都是一个人安排的 他的命就在台书您老手里 杜青少爷 杜青少爷 台书 杜青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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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让我见到我们家少爷了 快起来吧 才叔 来 你可让才叔担心死 才叔 对不起啊 才叔 让你们这么担心我 我现在没事了 对不起 少爷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 可 可这棺材里那死鬼又是谁呀 这事捅着腰啊 才叔 还有更怪的事 还有更怪的事 霍家出了窝里返 有人要杀东晴 这可缺德带毛眼了 我看 这个人逃不出别人 就是他和完红 才叔 您真是个老江湖 自打 这家里人 我们都认定你去世了 那二爷在货家可是如日中天啊 那家里家外 二爷这个二爷呢 这二爷跟那家居父的关系可不一般啊 那上一次啊 我跟那些姓陈呢 喝了点小酒 那姓陈呢 可说了不少 这二爷 就没想到 这二爷真是大逆不握 居然想这样的黑手 我也没想到二叔会这样做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 不用我们多说了 这三爷 你不能太犹豫了 他不认 别怪我不义 二叔最终想得到的 无非是我们货家的产业 我们就把所有产业南迁 迁到上海去 我一定要让他什么都得不到 对 对 我对他 真的是太失望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全都是他预谋好的 对 为的就是钱和产业 虽说这是火家不幸 可是有一件事 还是值得高兴啊 恭喜你啊 少爷 你要当爹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无侠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菜叔 无侠他 是不是又瘦了 让奶奶以为你去了 这心里苦啊 也不怎么吃东西 眼瞅着一天天的消瘦下来 每天都闷在秀房里 找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冬青 你一个见见无瑕 这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 少奶奶都要到庙里烧香拜佛 这是雷打不动的事儿 对啊 董青 明天就出医了 瞧这台阶 慢点 庸瓦 这下个月大奶奶要来做个法事 咱们得去问问住持 看怎么摆个牌照 好 准备准备 那大少奶奶呢 没事 让大少奶奶在这等咱们呗 这儿清静 让她一个人在这儿好好冥想 没准啊 那佛会给她开悟的 走 走 走 来 咱们去问问哪 那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等我回来 我一直在等着你 可是 你会回来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可去见 无忧 等我 等我回来 我一定会回来的 是你吗 冬季 真的是你吗 我感觉到了 他动了 我感觉到了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冬季 冬季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为什么 你让我把见面这件事 都要瞒着爹娘呢 你知道吗 爹娘这些日子 一下子老了很多 你怎么回家呢 他转弃都没困好 我死的 我能吧 那我最悔的 我群女子 我应该来 好 那你为什么不走 我 那我回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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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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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